古今中外的众多预言家都说2024中国即将发生大剧变 是不是会如英国通灵师帕克所言的那样 中共国将会有抗议有动荡 由此会分割成很多小国 台湾是不是即将迎来好的结局呢 大家好 第三只眼睛带你看世界 我是宁静 在中共国刚刚发生了一起令中共政权恐惧的事件 湖南长沙上千愤怒的村民将中共政权的维稳主力军派出所砸烂 警察呢 也被痛殴 3月中旬 河南开封包公寺出现了新的奇观 一名穿橘黄色衣服的女子坐在包公巷前嚎啕大哭的影厅走红 引发模仿效应 越来越多的遭遇不公又无处深渊的中国民众在包公寺哭成一片 果不出意外 没过多久包公寺就被委婉了 河南开封包公寺被关闭委婉后呢 更多的冤民跑去广州黄大仙庙接着哭 有网友说呀 一个国家把人民压迫到调到庙里深渊 居然还有脸继续统治 真是无耻之急 并用复诗一首 中原裁封包公寺 岭南又哭大些庙 百姓冤情深极许 不肃有私 肃木雕 从这里呢 我们能看出来 人到最后走投五路 心里还是揣着神的 这就是到今天神还在拖延 还在救人的原因吧 除了河南开封包公寺和广州的黄大仙慈被冤民贵枯 还有无数冤屈的民众也去找官公喊冤了 针对这些奇观呢 网友纷纷留言说 脑洞大开了 很多地方是无法关闭的场所 怎么办 会不会以后要出一条不许哭的条令 哭 哭 使劲哭 接力哭 现在的佛堂庙宇全是收割韭菜的场所 把他们全哭到 绝了他们的裁员 这位呢 看得到也算是个透彻 不过人只要心诚 看清了中共的本质 不但为自己哭 也为众生哭 哭声还是能振天的 还有网友说 继续关下去啊 就只剩秦桧像可以光明正大的开放了 这个说法很有道理啊 这就是当今中共国的真实写照啊 还有人说啊 中国幸福指数仅次于朝鲜 朝鲜怕是连哭词都没有 没有可以哭的地方必然是全世界最幸福的地方 甚至呢 有网友还说啊 包公也好 黄大仙也罢 具体哪个人物并不重要 哪怕后面再哭孙大胜 都只是人们为了追求公平正义的一个媒介 与象征 一个国家出现如此景象 何其悲哉 我还要说哭没有用 中国也从未因眼泪而政治清明过 自我争取才更实际 用行动推翻中共吧 刚才那位网友呢 可谓一诚称称 就在他提出用行动推翻中共吧 之后不久 湖南的冤民真的就辅助行动了 一千名村民包围了中共地盘 暴打中共警察 3月30日呢 赵兰健在S平台上爆料说 警民冲突 长沙一千村民砸烂派出所 3月28日 湖南长沙高桥派出所被一千愤怒村民给砸烂了 事发原因不明 当地处于大断网阶段 紧接着呢 赵兰健又曝光了一个在警局耍警棍的视频 并附上文字说明 湖南长沙装牛警察已被村民狂暴打 这位警员在当地很有名 经常在高桥派出所里耍警棍练武功 这次一千人冲击了高桥派出所 这位爱耍警棍的警员被打得最惨 已经住院了 当地村民对外部警察放狠话 不是不报 时候未到 爱耍警棍的警察这次就是个例子 到了3月31日呢 赵兰健又在S平台上爆料说 千人行动砸烂长沙高桥派出所 已出人命 现中国少有警民冲突 赵兰健说 另外管道泄露出长沙事件蛛丝马迹 此区域已经被断网 墙内全网删除有关信息 目前可确认已经死了人 估计不是平时电警棍这位警察 肯定有大链警察这次被猛揍 赵兰健欣慰的说 劳苦大众终于觉醒了 并附上一张聊天群聊信息图 赵兰健的这个爆料呢 很多人都说是大快人心 很多网友纷纷留言说 手无寸腿的老百姓若不是走投无路 谁会聚重抵抗权贵 自古有无乡不成军一说 乡牙子有血性 恶犬当除 所谓警察不过是聚集了一帮地痞流氓的队伍罢了 湖南人的爆裂 很多人只是不知道 南方人一旦发狠发剧 爆核弹都不会眨眼的 当年广西狼军称号不是虚名 未来中国如果要出现武装暴动 大概率会在长江以南出现 北方就是吹吹牛居多 近代以来北方人缺乏血性 其实北方人缺乏血性是有原因的 因为北方能力好一点都跑到南方发展 而且出去了就没打算回来过 并且据官方数据 北方的年龄中位数是37.8到40.8左右 实际可能还要再高一点 这样的年龄中位数就已经注定了北方后管理了 还有网友说 村民干得好 你不给我说法 我就用自然法解决问题 点赞 勇敢的人才是值得同情的 鲜花和掌声永远属于勇敢捍卫自己权益的人 为他们鼓掌 冤有头债有主 出门又转是政府 这才是英雄 所有壮行的人都是无耻 湖南警察被当地村民暴打的事件 也让人想起不久前一位绝望的女士 愤怒的对监视她的警察说 你们警察也不是法外之徒 迟早有一天要跟你们勤算 不久前呢 广州有一名绝望的维权女士 正准备前往赵庆包公祠 哭诉冤情 遭到当地警方骚扰 据曝光的录音显示呢 这名女士据理力争 并斥责中共警察说 我们维权也是在帮你们维权 今天你们维稳我们 明天就有人维稳你们 这话说的是相当头彻了 但是很多的人却已经完全听不明白了 音讯中呢 警察还警告说 你到包公祠去哭诉 但你不能拍摄视频发到网上去 这个警察非常嚣张的再次警告 我告诉你 互联网不是法外之地 维权女士回呛说 我告诉你 你们警察也不是法外之徒 迟早有一天要跟你们清算 我们把音讯呢给大家放出来 好 大家可以详细的了解一下 晚了 云建啊 谁啊 你谁啊 没有 我派出所的 哪个派出所 关卡派出所的 干嘛 没有 就想了解一下 你们是不是有计划 后前期造去那里 我们去哪玩 关你们什么事啊 我们违法吗 去哪里玩 去张旭也好 去北京也好 关你们什么事 违法不违法 没有 没说你违法 那你打电话过来警告干什么 没有 我不是警告你啊 我就需要去啊 我到包公司去哭啊 不行啊 我明告诉你们 你们这样是犯法的行为 你们限制中华民共和国 守法公民的自由行 你们这是违法的行为 包括你们这一次 从长沙把我抓回来 全部都是违法的 你们是执法犯法 知道吗 我们没有犯法 我们去哪里都是我们的自由 如果我们犯法 你直接给我判刑 抓起来 对不对 让我坐牢 既然我没有犯法 你凭什么限制我的自由 我问问你 我去哪里都是我的自由 哪一条法律说我不能到北京 哪一条法律说我不能去包公司 哪一条法律说我不能到赵庆去玩 你打电话过来什么意思 我就了解一下情况 是不是 对 我要去 行不行 你们护送吧 好不好 你们保家复航 有 我要去 没有 反正我们也要 寻法律处境 告诉你 明告诉你们 我后天我去包公司 我到赵庆包公司去哭 拍视频全网发送 我明告诉你们 你觉得这样 能解决问题吗 不能解决问题吧 那你给我一条路 怎么能解决问题 你告诉我怎么解决问题 我们已经马上五年了 欠我们的倒挂金 我告诉你 光这五年 都已经五六万了 如果加上利息六七万了 到现在拖到现在 还是秒秒无期 你告诉我怎么解决 你来过说条路 好吧 那你不要激动好不好 我不是激动 现在既然你打电话来警告我 我就让你给我几条路出来 你过明几条路出来 怎么解决我们的倒挂金 而不是说一味的打压我们 我告诉你们 我们没维权 就只帮你们维权 你们迟早也会被扣钱 不要今天来维吻我们 明天有人维吻你们 你给我听好了 这就是我的话 把我的录音 告诉你们那些领导上司 每一个人都不安全 在这个一关 没有一个公平公正的社会里 没有一个法治昌明的一个社会里 包括你 不要说你今天披着一份警皮 我告诉你 你就是警察 你都不安全 迟早有一天 你的利益也会被剥夺 你给我记好了我这句话 你说完了没有 我没有说完 我还想问你 你打电话就过来警告我 我想请问你警号多少 我还没问 我一开口我跟你说了什么 我是不是叫你不要那个那个 我没有说话吧 我就问你是不是去 准备去赵庆 我就问你这个问题 其实我去赵庆 你为什么要用 都用你们警察来打电话给我 我就问你有没有这回事 然后就 明告诉你 有 然后就想了解 准备的情况 是吧 那你们都能去 那你先要告诉我 你你一打电话 你先叫我的名字 那我都不知道你姓慎明谁 你贵姓啊 你贵姓啊 姓陈的 广大派是有姓陈的 姓陈尔东陈是吧 对对对 好陈索 陈索你的公号是多少 019261 OK 019261 好陈索 明告诉你啊 后天我 慧彦要去 赵庆报公词 去哭 拍视频 全网发送 好吧 你们派警车来护送我吧 好不好 那你说完 你听我说两句好不好 那你你 你都不给机会我说话 是吧 好你说 我听 没有你 你这个倒挂群的问题呢 不是你一个人的问题 是一个群体的问题是吧 群体的问题你要解决呀 你要解决呀 那因为你 你这个是政策性的问题 就不是说 我们能解决的 第一 第二呢 也不是说 那你去反映 可以有合法的处境吗 你就不一定要说什么 我们合理合法维权 你们也要合法 依法依规来 维稳 你们现在完全是 违法 知道吗 执法 违法 违稳 你们根本就不依法 依规 你们凭什么 把我从那个 白云机场抓回来 关了24小时 凭什么 又把我从长沙火车站 从火车上 强行拉下来 你们这就是 违法犯罪行为 你们口口声声 让我们依法依规 这不依法依规 就是你们 我告诉你们 那你说这个问题 我不清楚啊 因为我是 你就清楚 那你就拜托 你让清楚的人 来跟我讲 不要说 一会打电话 跟我说 我不知道以前 发生什么事 请你拜托 我拜托 你让以前知道 发生什么事情 来跟我说 大家三头六面 对不对 三堂会选 反正 一二三四 全部把它说得 清清楚楚 那你说 不要推卸责任 你们现在 都在推卸责任 那我再跟你说 几句话 就是说你解决问题 你要寻合法的途径 不要去 用一些 合法途径 我们全部走完了 我们都走了将近五年 什么合法途径 没有走过 我们走的一直都是 合法途径 包括现在 都是合法途径 谁告诉我去包公司 哭 这不是合法的行为呢 我哪一条犯法 哪一条 你告诉我 你告诉我 哪一条法律说 不能到包公司 突 你告诉我 有没有一条法律说 禁止任何公民到包公司 去突出 有没有这条法律 如果有 你找出来给我 如果没有 你给我操伤 操谁 我现在告诉你 你去包公司 哭 是你个人行为 但是说你不能拍视频 不能发上网 不能去炒作 这个件事 你说那个不能不能不能 是哪条法 你依照哪一条法律 说出来给我听 不能 你说的不能不能 不能这不能那 依照哪一条法律 第几条 说出来给我听 我告诉你 不连忙不是法外之队 好不好 我告诉你 你们警察也不是法外之徒 不是说靠下的 不是说靠恐吓的 我告诉你 警察不是法外之徒 不可以随便警察犯法 我告诉你 清早有一天 要给你们清算 你给我听得好了 湖南起义事件 已经不是个案 大家应该还记得 就在2024年1月9日 贵州省安隆县 就发生了一起 苗寨人民反抗 当地政府的事件 起因是因为苗寨老人去世 当地政府要求其家人 将老人骨灰 埋在政府指定的目的 但因费用高 其家人不同意 准备在家附近 找一块地眼藏 结果当地政府 居然不要脸到 半夜让一百多号 维稳人员 包括警察 公务员 政府干不得 悄悄潜入苗寨 准备偷走老人骨灰 当然了 派去了那么多人 说白了就是 偷不来就明抢 这真是靠偷鸡 摸狗出身的共匪 最擅长的 共产党就专干着 随民德的事 结果苗寨人 可不怪你那偷东西的毛病 一村人 别管男女 手起棒落 这顿揍 还说再赶来 就要了他们的狗命 结果这维稳大队的 一百多号 硬是开着车进来的 一瘸一拐走回去的 而这两件事 先后只间隔了 两个月左右 这说明什么呢 这两件事的先后发生 也不禁让我们想起了 帕克之前 关于中共国的语言 帕克当时说 中国会分裂 香港和台湾会解放 帕克在2023年9月14日的节目中说 我好像看到有很多暴力场面 有很多抗议活动 但很快被镇压 对不起 我不知道如何形容这个动荡 但是我感觉到 香港在我脚下震动 好像是有什么东西在隆隆作响 我还看到一个高层大厦的建筑 已经着火了 我当然不想鼓励 这样的事情发生 但我感觉到了某种大火 或者某种火灾 似乎与香港有关 帕克还说 香港曾经有过和平的抗议活动 比如雨伞运动 但我在这里看到的 似乎是一种大规模的镇压 然后发生了某种中国事件 而在1月17日的直播节目中 帕克又说 因此呢 我们将在2024年 看到更大的政治变革 2024对全球政治来说 是至关重要的一年 香港人民怎么了 他们的声音怎么了 感觉像是有人割了他们的舌头一样 中国被一个大的独裁政权所控制 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正因如此 事情才会走向极端 共产主义不会变好的 如果中国被分成更多的可管理的小国家 香港和上海这样的地方成为自己的国家 我认为他会做的更好 我认为世界正在以一种非常奇怪的方式发展 帕克在1月15日的直播节目中还说 我最终感觉中国将分裂成多个国家 包括香港的解放 还有西藏的解放 它也会分裂成一些较小的国家 这将非常成功 并且将在一定程度上实现民主 基于我以前谈到的孙中山早期的教义 帕克还告诫大家说 当共产主义谎言破碎时 中国人才有出路 帕克预言中 他所看到的在中共国发生的暴力 起义和镇压似乎已经明艳 我们还无法确定在这次事件之后 会不会有更多的类似事件发生 但我们想在经济萧条 民不聊生 疫情不断 甚至连表面繁华都无法保证的今天 人们的不满情绪会积极的越来越多 那么更多类似事件的发生 很有可能就无法避免了 帕克预言中共国最终会分裂成多个小国 中共会灭亡 香港和台湾会独立 也许在不久后真的就会成为现实 相不相信预言呢 这是每个人自己的选择 但是目前中共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急速衰退 已经成为了不争的事实 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共政权命不久矣 有很多曾经为中共站台的人 今天由于自己的利益也被触动了 可能有些醒悟了 只要醒悟了就不晚 但是对于那些还不醒悟的 如果中共政权解体 所有这样坚持为中共站台的人 都将成为邪党的殉葬品 君子不立威强之下 请尽快脱离中共党团队组织才是自救之道 好 今天的节目就给大家聊到这里 我们下次再见